这啥家庭啊,整这么多狗 这大老远你怎么过来了,几百公里呢 我坐高铁来的呀,你还知道几百公里呢 这来不就还那事儿,你啥时候回家校去啊 过两天呗,又不着急 大姐,你不着急,我着急啊 你别过两天了,咱明天就走吧 真的,我没法跟家校交代啊 教练啥子,我都没法交代啊 你这还有心思遛狗呢,整这么多 你帮我签一下,我去接个电话啊 哎呀,这家伙 正好你在这儿,我回去给我妈送个钥匙 你帮我溜一下他们吧,他们很乖 真的假的,这三条狗我能整得了吗 他们大哥,那个叫壮壮 然后这个叫胖壮,那个叫肥肥 你溜以后,我师父都下来啊 什么肥肥壮啊 我很快 壮壮肥,那个叫跑 哎,哎,肉,不是,肉,肉,肉 别跑啊,哎,先去找一下 这咋整,哎,哎,好了,好了 哎呀,这跑哪儿去了呀,这上哪儿找去啊 这 肉肉 是叫肉肉吧 这咋弄啊 已经1点40了,还没找着那狗 肉肉 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这4个多小时 6个狗把你自己溜没了是吗 不是,我那个,我一直 狗的 那两条大狗我放在门口保安那儿了 然后小狗我正在找他了 你知道你刚才走的时候 你一走那小狗直接就跑了 我咋喊都喊不住 然后我就这4个小时一直在找他了 那个 你别太生气啊,没事 肯定能找回来的 他肯定跑不出这小区 这小区就有点大而已 我生气的是狗的问题吗 他跑就跑了 你要是把你自己弄丢了怎么办 你在这人生地步熟悉 让我怎么找到你 电话也打不通 闻姐,庄长丢了可不是小时 当时总 闭嘴 我让你说这个了吗 开车去 上车 不是,咱再不找找了 肯定能找着的 上车再说 哎呀,行吧 啥意思,兄弟 哥,你什么来头啊 啥玩意儿,我什么来头啊 我这没啥来头 可不是一般的狗 当时从国外运过来 花了十几万的 带有血统症呢 闻姐对他比对亲儿子还亲呢 真的假的 那你 我从来没见过闻姐这样过呢 啊 上车啊,干嘛呢 上来 嗯,好 那个狗要不咱们再找找 没事,他平时就在乱跑 可能这会儿都跑回家了 哦,那好吧 你也别想太多 你人没事就行 你这大老远过来 你晚上住哪呀 我没事儿 我等会儿开个酒店 随便对付一下就行了 没事儿 这里市区几十公里呢 你只能睡大马路 那也没关系 这天都快亮了 这大半夜的 你们将就一下呗 天里不冷 黎明,开车回家吧 好 你把我们两个放到后门吧 然后你从前门把狗接回去 好的 嗯,走吧 哎,哎,哎,哎 这能行吗 我大半夜来你家 多不合适啊 你要说话 爸妈,你睡,妳跟着我就行了 唉呀,这能行吗 爸,你灯关了 好 是我我刚回来 那狗跑了一点远 这是啥呀 进来 你今天给这将就一晚上吧 这是啥呀 你家死人KD呗 我家只有这最安全 因为这门上钥匙只有我自己有 我爸他们平时不下来 先给这睡一晚将就一下 那行吧 那我先上去 你去吧去吧